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洋葱炒蛋 用到的食材很简单 洋葱一颗11元 蛋三颗15元 食材的部分大约是25元 多次洋葱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洋葱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 可以减少三酸甘油脂 降低胆固醇 达到预防心血管疾病 另外可以预防感冒 洋葱的维生素B群和C 可以增强免疫系统 可以减少鼻塞、流鼻涕 和其他因感冒引起的不舒服 准备洋葱一颗 准备洋葱一颗 把头尾把它去掉 对切 把这个皮去掉 切直的 备用 准备蛋三颗 将少许盐 少许的味素 拌匀 备用 开火 起油锅 加入一些油 油温稍微热一下 再来放洋葱 洋葱放进来 火不要太大 我们要把它炒稍微透明 放一下 炒到半透明 把它起锅备用 另外起油锅来煎锅 蛋放下来 煎嫩嫩的 这样吃起来 比较好吃 洋葱可以放进来 现在可以大火了 边来调个味 再加少许的盐 点点的味素 先放一下 洗锅 洗锅 撒少许的黑胡椒粒 洋葱跟黑胡椒最搭了 很香 完成了 我可以做一个 不做的 我可以做的 很像 我可以做一个 很香 我可以做的 都适合 有什么 很香 最后 我可以做一个 小巨 不做的 大礼 小巨 要先拿下一个 交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